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届大赛的表演环节 丝毫不意外的是郭辽刚和德云社成员 继续无缘北京卫视喜剧幽默大赛 这也说明郭辽刚和德云社 与北京卫视的关系依旧处在冰冷歧视时上 北京卫视和郭辽刚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 但后来就出现了冰冻期 而且这个冰冻期时间很长很长一直延续了好多年 至今都没有想要融化的迹象 其实之前郭辽刚和天津卫视也是很好的合作关系 但现在郭辽刚主要合作的卫视则是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 这也是因为